近些年,台湾娱乐圈涌现了很多新人,但演技水平却越发层次不齐,达不到观众想要的状态。 回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娱乐圈,可以说不仅众多大咖涌现,而且带来的每部影视剧都堪称经典,而在当时非常出圈的《妥宗华》,可以说一时风光无限,其火爆程度不压于现在的当红小生,还被封有师奶杀手的称号,可是现在却只能在戏中接一些小角色牌。 心灵旅散多年,一度消失在大众事宜,与以前的风光可以说是两相径庭。 3月16日,《游州刊》拍到陀宗华金矿,金默默娶了印尼妻,并生下了小孩。 和家人相处过程中,陀宗华看起来很疼老婆和小孩,已年近60岁,终于不用再过孤单老人的生活,日子过得很幸福。 从流量小生到落伙大叔,陀宗华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。 那么这些年,在陀宗华身上发生了什么呢?他的印尼妻子又是什么来头? 哈喽,大家好,这里是娱乐矿工,挖你不知道的料。 本期我们聊聊这位曾经的影坛大哥,陀宗华吧。 说起陀宗华,很多人会联想到另一个人,陀宗康。 陀宗康作为浪子帮和国光帮的大哥,至今活跃在荧幕上,但其实他哥陀宗华要比他成名更早。 陀宗华9岁时,就参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,还是和秦翰、李湘等知名演员合作,可以说起点很高。 初天后,陀宗华便爱上了表演,在国中时期进入台湾国光异校,学习表演,毕业了便从事了演艺视野。 不要看陀宗华现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,年轻时可是妥妥的小鲜肉,嫩到掐出水,乖乖的样子,也让剧组的人对他多有照顾。 不过也因此,陀宗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,视野不温不火。 直到他25岁时,被剧组选上参演作品《报告班长》,他在戏中饰演孙班长,一个大义凛然又威武霸气的班长。 凭借着这个角色,他很快走火,被观众称为天下第一班长。 走红之后,陀宗华接到了很多影视作品的邀约,他接着拍摄了电影《过河小族》,在电影中饰演一名警察,因为长相帅气又端正。 电影播出之后,观众还不能出戏,见到他都要叫一声妥瑟。 除此之外,陀宗华又参演拍摄了《抑郁》、《镊子》、《姑念花》等作品,颜值和演进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 作品的播出也让他名气大涨,演艺事业发展得非常快速。 1984年的陀宗华,拍摄侯孝贤的电影《风贵来的人》,获得了当年法国第六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奖。 之后陀宗华开启了模仿不来的《开挂式人生》。 1998年,陀宗华迎来了一部真正让他爆火的剧,这部剧便是穷妖阿姨的《苍天有泪》。 陀宗华在剧中饰演男主角展云飞,搭档的是内地大美女蒋晴静。 在这部戏中,朱英、陈明珍、焦恩俊给他做配角,剧中他和蒋晴静的互动十分的甜蜜,迷倒了万千的观众,被称为师懒杀手。 而后两个人二次合作,共同出演了电视剧《神医滑头》,让二人的CP粉以及一些观众大为惊喜。 也因为他们之前的热度,二大又引起了一阵热潮,陀宗华也因此在内地有了性命,还被冠以《穷妖剧第一美男子》的称号。 在《烈鹿走火》之后,陀宗华抓住了机会,陆续拍摄了《神探柯南》、曹雪芹、第八号档铺等作品,让他稳定了自己在演艺圈的地位。 尤其是出演第八号档铺,给陀宗华的演艺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让他凭借着精湛的演技,获得了亚洲电视节最佳男主角。 事业上顺风顺水的陀宗华,在感情生活上是一塌糊涂的,从他公布的恋爱中来看,他确实是一个长情的人,但无论如何,长情都无法掩饰他的暴力倾向,以及他在恋爱、婚姻中给女友、给老婆带来的伤害。 大学期间,陀宗华与林秀宁恋爱八年,感情罗列到几乎可以约定终身了,结果在陀宗华服兵役的时候,他的朋友柳成泽趁机撬走了他的女友,等他服完兵役归来的时候,已然物是人非,无可赖和了。 与林秀宁的感情结束后,陀宗华又与吴倩年谈了一段十二年的恋爱,就在观众都学了他们好事将近的时候,陀宗华却对外发表了分手声明,称因为聚少离多,二人感情发生变化,无赖分手,让人唏嘘不已。 两人在最美好的年纪认识,十二年的感情却无解而终,真是让人唏嘘。 事后记者,问及分手原因,吴倩年称对方太好,真是或许是因为自己不够温柔,才没能留住陀宗华的心,如此骄傲的一个女人,竟然能在镜头前说出热烦话,可见她对陀宗华的感情之深,即便分手了,又不愿指责对方。 但也有人猜,是因为陀宗华不满足吴倩年的事业越来越好,甚至超过自己,女强男弱。 更有人传,是因为刘德华在演唱会上,向吴倩年求婚,引得陀宗华心生不满。 不过虽然两人分手,但还有粉丝坚信他们会复合,毕竟两人曾经拥有过最美好的12年,让人没想到的是,与吴倩年分手不到两年的时间,陀宗华也宣布与小自己15岁的娇妻结婚。 婚礼当日,吴倩年还托朋友给她送上了一个大红包,没有出席,粉丝们纷纷指责陀宗华,说她白白浪费吴倩年12年青春。 结婚后的陀宗华,起初与妻子十分恩爱,不久妻子便带下两个女儿,两人常常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,而在视野方面,因娱乐圈竞争激烈,陀宗华开始渐渐感到中年演员的无力,演艺事业开始后退,这让曾经爆红的她感到十分挫败,染上酗酒的陋习,她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,对妻子大打出手。 这件事情,一经记者爆料,变闹得沸沸扬扬,热得满城皆知,大家都纷纷为陀宗华的妻子打抱不平。 妻子也在事后谈到,她婚前婚后大相径庭,婚前对她处处照料,婚后对她过分冷淡,对女儿很是伤心,却围堵忽略了自己。 妻子也被人爆料称,经常往警察局跑,陀宗华的形象可谓是一招回到解放前。 妻子的形象温柔长情,戏外却是一个家暴男,而这时也有传闻称,曾经如同神仙圈女版的陀宗华五千年,分手原因也是因为陀宗华家暴五千年。 此消息一出,陀宗华的形象和声誉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,小卓移情大卓伤身,陀宗华一次次的酗酒,带给自己的是一次次的形象受损。 2008年,因不满粉丝强行要求拍照,醉酒的陀宗华又和友人一气之下,殴打粉丝。 14年,陀宗华喝醉酒后,同弟弟陀宗康起口角之争,一气之下,竟然把弟弟打到住院,如此暴力的一个人,想想就让人害怕。 除了有暴力倾向,陀宗华的人品也十分的差,有媒体挖出他的成年黑历史。 其在异校学习的时候,他就经常欺负学弟学妹,偷拿公共唱片,那所钱财等。 所失的陀宗华名气已经臭到不行。 妻子一次又一次的原谅,反倒招来更加凶狠的暴力,最终妻子仍无可忍选择了离婚。 2015年的时候,陀宗华承认了自己打人的过失,最终协议离婚。 两人的女儿最终也归女方抚养,此后陀宗华一蹶不振。 直到19年,他被媒体拍到独居在家,穿着睡衣睡裤混公园,显得十分落寞。 然而此时已经孤家寡人的他,还是没能改过自新。 同年,他又因为醉酒,在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落室,还骚扰了为他服务的空姐,被控诉当众莫坤姐臀部。 最后直接被新加坡警方带走。 之后,他还专门录制了视频向空姐道歉,希望对方可以原谅自己。 然而却造来无数网友的吐槽。 由喝醉酒当借口落室,陀宗华干过很多丢人的事。 他曾在机场落室,还在KTV里和好友一起殴打粉丝。 所以,在他的肆意妄为下,他的婚姻和事业,都非常的失败。 现在的陀宗华,已经没有刚入行时的风光了。 为了维持生活,他开始转占大陆的影视市场。 但他早就没有当初的证明度了。 来到列鲁,也接不到好的剧本。 出演的,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制作,和之前的他对比, 兼致就是天差地别。 但他别无选择。 不过这期间,他又和吕心霓虹杰搭档出演第二次人生, 传出音气生情的绯闻。 两人被拍,私下聚会,搂腰搭尖。 不过,时间证明,两人没有缘分,并没有走到一起。 从高起点的出道,到如今的落魄, 陀宗华生动形象的演绎了,一个巨型的雨落。 一个娱乐圈的人,停了一个行。 想要在娱乐圈长久的发展, 就必须要有正确的三观。 要简言慎行,否则,最后便会落败不堪。 据了解,陀宗华的这任妻子,是家里亲戚帮忙介绍的。 女方虽然知道,她过往家报仇闻, 但还是很仰慕她,因此很快就和她结婚生子。 从此不难看出,陀宗华的妻子应该是陀宗华的粉丝。 两人已婚已经有几年,但因为年龄差太大, 出伤入队,并不会马上让人联想到, 两人其实已是夫妻关系, 所以现在才被曝光。 无论如何,希望她能吸取前半生的教训, 剩下的时间,好好陪伴妻子。 好了,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。 如果喜欢,不妨点个订阅,我们下期更精彩哦!